这集曼德拉夏英课案 会为大家分享建筑物上的名称 英文甚至创法改动的有趣课案 首先,让大家看看以下照片 各位对英文少有熟知的朋友 可以仔细看看 途中,这些古典风格建筑物上 有哪些不对劲的地方? 俄亥俄州哈丁县普通法院 哈丁 County Common Police Court 秘书里州普拉特县法院 Platte County Courthouse 以利诺伊州马萨克县法院 马萨克 County Courthouse 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 The 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美国哈佛大学 Harvard University 美国哈佛大学 Elizabeth Carey Agassi's House 美国雪城大学 Syracus University 美国纽约大学 New York University 甚至是香港大学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洛杉矶公共图书馆 Los Angeles Public Library 多伦多公共图书馆 Toronto Public Library 仔细看过后 大家是否已经发现到问题所在 这些古典风格建筑物上 既然出现了一致性的错误 所有英文名字中的字母U 都变成了V 县法院County Court 变成C-O-V-N-T-Y-C-O-V-R-T 或是County Courthouse 变成H-O-V-S-E 博物馆变成了不能发音的M-V-S-E-U-M 图书馆的Public 创法变成了P-V-B-L-I-C 大学University 也变成了V字开手的V-N-I-V-E-R-S-I-T-Y 大家不难发现 跟之前的2012荣耀盼望第387篇 曼德拉效应专辑54 中表面上的罗马数字 出现了变动的情况相似 罗马数字的改动 只会特定出现在钟表面上 而这次这种英文名字的改动 似乎也只会集中出现在 特定的建筑物之上 例如严肃的法院 真实记载历史的博物馆 容载大量知识的图书馆 以及代表高等知识的大学 再次先让我们做一个现场统计 如果你向来都知道 古典建筑物名称 有这种特别处理法的话 请举手 如果你是第一次见识 这种奇特的名称处理 请举手 现场的统计结果 相信已经反映出 对绝大部分人而言 这种建筑物名称处理方法 从未在大家的记忆出现过 之前所述 其中出现最多这种改动现象的地方 是代表人类最高知识水平的大学中 但是当我们查找资料 西方公认为人类史上第一所大学 却是我们熟悉的 以优质其手的串法 伯洛尼亚大学 是坐落于意大利 艾米利 亚罗马涅大区首府 伯洛尼亚的综合性公立大学 建立于公元1088年 神圣罗马帝国时期 被尊称为大学之母 是广泛公认西方最古老的大学 由神圣罗马帝国王帝 斐特列一世 于1158年 颁布法令确定其正式身份 而伯洛尼亚大学的拉丁文名字 却是以优质为其手的 Universitas Bononeuses 即使是意大利文 也是优质其手的 Universita di Bologna 而伯洛尼亚大学的校徽 无论是官方网页上 还是建筑物上 同样都是以优质其手 除了人类史上第一所大学之外 现在我们再一起来看看Google趋势 自2004年开始至今 对比以上三个例子 即County Court 与COVNTY COVRT University与VNIVERSITY Museum与MVSEUM 蓝线即旧现实的手说数据 红线代表新现实的手说数据 三个例子都不谋而合地显示 过去15年间 全球也没有任何新现实的手说数字 这就意味着 过去15年 从未有人手说过这种 不寻常的英文译法 从未有人想要查个究竟 甚至那些途经博物馆 大学门外的新兴学者 也毫无疑问地接受了以上的英文写法 试问 这样有可能吗? 合理吗? 有趣的是 这个个案同样出现了 专属的时间自我修复现象 也跟罗马数字IV的个案类同 因为网上也同样出现了文章 为这奇怪的英文创法做出解释 文章详细解释了 为何只有部分古典风格的建筑物上 英文字母U会变成了V 当中的说法是 一 从语文历史演变的角度 英语与古典拉丁语同源 发展过程中 也曾从拉丁语中借用词汇 两者有着相互影响的关系 而古典拉丁语字母中并没有U字 直到公元二世纪 U的形态才刚刚出现 而被广泛使用 已经是多年后的18世纪 因此 以V代替U的C-O-V-N-T-Y 其实是罗马人的聘写方式 至于沿用至今 则代表着罗马人对西方英文文化的影响力之大 二 从古典风格建筑的角度 有人推测 就时以着刀雕刻 V字底部两条直线 叫U字底部弧线容易 因此 现今所有罗马风格的建筑雕刻 都依旧会以V代替U 事实上 这个推测很难成立 试想想 倘若只因为字母难以雕刻 便能改为雕刻另一个字母的话 那么有弧线的O C B G S R 岂不是全部要更改 改为雕刻没有弧线的字母 为何只有U难以雕刻 其他有弧线的字母就不难呢 另一个问题 上述改动所引用的理据 是指古罗马人的聘写方式 惯以V代替U 那么人类史上第一所大学的名字 就最应该以V代替U 但伯洛尼亚大学一直以来 名字一直都是以U做起手 那这种以V代替U的说法 又怎能成立呢 另外当以VNIVERSITY 做手说的话 身居香港的我们 最先必定会看见数则文章 谈论香港大学邓志昂楼 搬寒道入口的牌坊上 刻上VNIVERSITY 手说结果也跟过去 好鲜曼德拉效应个案相似 就是存域网络上的 竟然全都是近年的文章 明显地呈现出 这个奇怪的串法 只有近年才开始有人讨论 虽知道邓志昂楼 于1931年开始启用 入口牌坊也是年代久远的建筑 但多年来 竟无任何文章讨论 VNIVERSITY这串法的来历 这现象也间接证明了 牌坊必定是近年 才发生曼德拉效应的改变 而最重要证明此事 的确发生了曼德拉效应 就是现今以V代替U的说法 是要凸显罗马拉丁语对英语的巨大影响 如果这种改动真的如此重要 那么必然有属于这些字 以V做拼音时的读法 以大学为例 改动后的大学应该读为VNIVERSITY 而不应该读成UNIVERSITY 即使是Museum Court House Public 这些字同样没有以V做发音的读法 另外如果这种改动是如此重要 这么多年来我们学习的英语课 老师们怎么会不教导在V字状态下的读法 既然如此 这种改动又怎么可能在历史中一直存在呢 最后 有趣的是 这次曼德拉效应出现的地方 都是代表人类最高知识水平的法院 大学 博物馆 和图书馆 这是否是神刻意制造的心意 使进出这些地方的顶尖知识分子 面对瞬息换边的曼德拉效应 都浑然不觉 而束手无策呢 面对世上场景的转讯切换 人类又有什么知识能够致识呢 西伯来书12章26、27节 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 但如今他应许说 再一次我不但要震动地 还要震动天 这再一次的话 是指名被震动的 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 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 明显的 现今大量古典建筑物上的英文写法 已经出现了曼德拉效应 今大量古典建筑物上的 是为什么要震动的 评伉主体 我已经震动了地 你需要震动